有趣的事情是 就是說我們講到科技 當然我們會直接聯想到 現在中國大陸電商的一個發展 包括這個阿里巴巴 包括京東 那尤其是最近 最讓大家開始也注意到的是這個拼多多 其實我之前去這個 這個時間也很快 因為突然之間本來沒有這家公司 但是我過去到香港出差的時候 我在坐這個地鐵的時候 就發現說上面怎麼拼多多 我那時候一開始 所以三四年前你突然看到拼多多 可是我不知道這什麼公司 阿里巴巴京東我們都認識嗎 因為他們都在市場上耕耘了非常久 至少都十年以上的企業 所以你自然而然會覺得很合理 那我就發現說 你可以在所有地鐵貼廣告 這絕對不是小公司吧 你在所有地鐵貼廣告 那花起來的廣告費可不得了 所以後面的市場份額是不是很驚人 然後我就上去查了一下 拼多多 這到底什麼東西 團購 團購網 而且成長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就不是個團購網而已啊 就團購網 啊那問題像淘寶這些買東西 不都很方便啦 但淘寶這個就是便宜 它不是團購的概念 但這個團購網 這是一個團購網的概念 以中國大陸這樣子 快速的崛起 而且崛起的速度之快就三年 所以大家當然就會去注意到它嘛 這個 之類的啊 黃頓來這麼年輕就退董事長啦 其實它的股價它佔了大概四到五成啊 哦 四成左右啊 那它的身價不是股價持股比例啊 所以從股價去算 它的身價有可能成為首富啊 所以突然之間它這個宣布大家也害怕發生什麼事情 股價就暴跌啊 那市值也蒸發了179億美金啊 是到底市值蒸發179億美金讓它辭職 還是因為它辭職讓股市下跌 到底背後真正的因素是什麼 哎 這就怪啦 我先講一下 這麼一個年輕這麼的有為之下 這個時候拼多多這麼樣的一個發達 為什麼要急流勇推呢 當然它的串起也是一個蠻有趣的故事 因為這個團購網 它上面在賣東西 立剛你注意看哦 這個是當時他們產品的照片 一般我們在網路購物的話 那個照片不漂亮 我們根本連看都不想看 不是啊不是啊 那是你自己隨便拍的吧 就真的隨便拍的嘛 他買東西他就隨便拍 好 你這個底下桌墊至少都漂亮 你旁邊還有一個罐子 還有一個妹妹在那邊打電腦 這個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為什麼就像我講 我們一般的 你那鍋子底下的桌子還那麼髒 一般的照片 我是不是要修一下 是啊 然後你這個要修一下 電話在旁邊這個木頭椅子乾拿開 要不要打光 要打個光嗎 當然啊 要打個燈嘛 至少你要弄個布 把它遮起來後面啊 然後你要賣冰箱 你至少旁邊這個東西 你要撤掉 那怎麼都沒撤 你要美化一下嘛 你剛才講的這個電鍋的桌子 你這樣子的東西 你這個到底是新的嗎 對啊 你這是新的嗎 還是二手用過的 我們怎麼相信你的品質 沒有 他就是這樣走 為什麼 這樣子可以做好廣告 而且他的人數快速的增加 就是不修飾 就是不修飾 怎麼會這樣子 那你要仔細去想喔 這個人 他念書的時候 就是學霸 他一路就是學霸 然後呢 當他創業的時候 他的這個 丁磊啊 丁磊就網易的創辦人 他加他的M17 他也想說 這什麼東西啊 是不是騙子啊 哎 甚至當時去跟巴菲特吃飯 然後那個標道那個 那個叫什麼 段子文是吧 嗯 還是段什麼 呃 那標道跟巴菲特吃飯 帶了兩個人 一個是 這個段先生的兒子 一個就帶著是他 黃真 所以你就知道 對黃真來講 他也說吃完飯以後 他也覺得說 黃真在那個時候跟巴菲特一起吃飯了 對 然後他也說 哎 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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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巴菲特吃完以後 他覺得簡單跟價值這兩件事情 所以你看喔 影響到 照片是不是很簡單 嗯 你有沒有發現 他沒有修飾嗎 沒有美化嗎 段永平跟巴菲特吃飯 段永平 對 段永平跟巴菲特吃飯 然後呢 帶了黃真去 帶了黃真去 因為所以你要知道 段永平真的是 算黃真的貴人 嗯 那 他跟巴菲特吃完以後 在他心裡面的想法 簡單 這件事情很重要 傳承價值這件事情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你看喔 他他在告訴我們一件什麼事情 那那些代表什麼意思 簡單啊 簡單 鄉下就吃了 對不對 中國大陸許多鄉下看到這樣 哎 這感覺好像就放在我家的 就很簡單嘛 我家的這個廚房旁邊的感覺啊 我要告訴你的不是包裝 這就好像是放在我鄉下的桌子上的感覺啊 沒錯 他傳達的是我可以 他可以給你帶來的價值 而不是包裝跟美化的結果 嗯 哎這個就是一直他企業的理念喔 那所以就是這樣的簡單 所以他的這樣的拼多多就在大陸的鄉下 就整個開始快速的這樣竄起了 我再講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喔 當時你看喔 我剛才一直講喔 他三年就上市對不對 他怎麼竄起 他做了一個叫做簡陋 什麼叫簡陋喔 京東也好 喔 淘寶也好 走的感覺就是我要去拼一線城市 對 二線城市 高檔的 高檔的 高大上 美化的結果 你光看這個 這個雙十一還要辦一個這個舞台一個秀 找了一堆的明星 當然 大陸大部分人都有 有辦法上網 這個沒有錯 因為網路的上網的一個基礎建設做得非常好 但是大陸 你剛你有坐過飛機吧 有啊 我們全台灣大概應該沒坐過飛機 大概剛出生的小嬰兒吧 應該是啦 我覺得大部分人應該都坐過飛機 大陸十幾億人口只有兩億人坐過飛機 所以也就坐過飛機 我現在講不是出國是坐飛機 還有十億人口沒坐過飛機 代表什麼意思 相對來講還是比較屬於中下階層 他的需求不是真的要你所謂的那種高大上 好真的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只有1億人 只有1億 還有12億人口還沒有受過高等教育 那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代表什麼意思 可能他的需求 生活端的需求 簡單 簡單 你看我們現在節目多簡單 也就用個手板也是簡單 簡單就好了嘛 對不對 全世界最有錢的人已經告訴你了 簡單就好了 你要傳達的到底是你的奢華還是你的價值 我們節目的內容就是要傳達我們的價值 簡單就好了 做一堆啊很炫要幹嘛 你沒有好的節目內容 你做再多的花樣我覺得沒意義 但所以你看喔 他當時就是簡陋 哎呦就是我講的 他甚至去做四線城市五線城市 哇聽多多居然是找到四五線城市了 然後更重要的事情是 那很多人都會覺得那四五線城市 沒有什麼消費能力耶 好但你要去想 十幾億人啊 要一台電冰箱 他要的是什麼 能打開能冰東西 還是喔能上網 喔有晶片 喔有語音功能 喔國外進口 菠萊品 不需要 打開冰東西不就好了 所以他推出的冰箱六百多塊 哎呦這麼便宜啊 人民幣六百多塊 這麼便宜 哎呀那個電風扇什麼東西 幾十塊幾十塊的 哎呦 比較低價位的 沒錯 可是問題在這鄉下 就要這樣子吃得開了 就是這樣吃開 所以他的會員人數 極速的判斥大多網路嘛 對 大多網路這個是事實 但是不代表所有人都需要 這麼這麼貴 這麼等級這麼高的東西 因為你給個蓋口秀的東西 就我在擺在家裡也不能上網 所以他什麼意思 所以他拼得很快 一個冰箱 我重點還是拼東西啊 對所以他既然三年 就我一直在講 靠撿肉就上市 不是這個撿肉 不是東西很撿肉 是他去撿市場遺漏的那一塊 但是這一塊不小哦 我剛才講一億人 受過高等教育 十幾億沒有收過高等教育 我光這十幾億 撿這一塊露出來的東西 京東跟淘寶忽略的那一塊 你拼高大上 我拼這一塊 反而市場比更大 對好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 大家都網路 大家都有微信嘛 對 所以我直接在微信做病毒式行銷 怎麼樣講 他直接就用砍價免費 拿至高電風扇 你只要點一下 幫我砍一下架 拼團購的概念嘛 我們一起來拼一下 拼多多啊 哎呀 我們一起來砍一下架 你感覺上就差我一個 差了我一個 這個價錢又一大更多了 你剛剛快點我差一個人 你來幫我砍一下架 我就可以很便宜 買拿來來電風扇 哎呀看你心動了 天氣又熱起來 我當然想跟著你拼 這種病毒式行銷 就這樣蔓延開來 所以他拿到了騰訊的低筆投資 繼續拼這個病毒式的行銷 所以我們也發現 他在減漏的過程中 還做到了一件事 跟媒體的串聯 嗯 對不對 騰訊其實 這個微信其實就是一種 媒體概念 對 所以現在為什麼 突然之間他要引退了 就是看到阿里巴巴 因為阿里巴巴不是很成功嗎 哦不止哦 那為什麼他現在突然之間要引退 第一個 反壟斷被罰錢 馬雲 哦馬雲嘛 馬雲不是神贏了嗎 對神贏了三個月了 好再來最近這個螞蟻金服 他的花北借北 對被禁止下令 不可以再帶給大學生了 是 反壟斷被罰錢了 再來現在 大陸官方要針對 阿里巴巴集團裡面的這些媒體公司 要求他拆分 為什麼呢 當他掌握了這麼多的媒體 有土豆啦 微博啦 還有嗶哩嗶哩啦 這些 哎這麼多的活躍的用戶 你有沒有看到持股 嗶哩嗶哩的7.6 然後到 微博居然30%耶 優酷是100%耶 土豆耶 好那這有可能造成什麼影響 他會不會用他的影響力去 引導輿論的風向 透過他所掌握的媒體去引導輿論的風向 他的媒體帝國至少26家 對啊我們這只是列了一部分而已喔 所以在這個時候 中國大陸開始要這樣整頓馬雲了 所以 一整頓重點是 不要因為你用媒體的力量去引導風向 而造成了一些不該出現的事情 這個也是為什麼黃禎他要辭任董事長 也是避免現在的風頭砍到他身上